不管是社会秩序维护法 还是性骚扰防治法 都无法有效地 喝止黄东明 黄东明他躲在暗处 他巧巧设计了 非常假车祸 就等着小林的先生 没有办法亲自接送的那一天 睡醒了他 可怕的杀人计划 而类似的悲剧 不止这一桩 我们看到在高雄 有一名计人车司机 他疯狂要去骚扰 去威胁一名女孩子 而最后这名女孩子的父亲 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 杀了这个计划者的父亲 悲伤的杀人计划 我们要看到的是 当司法没有办法 保障人民安全的时候 难道只能够靠着 私刑正义 保护自己心爱的家人 这一天阿智跟李仪师 带着一件白色小礼服 来到的殡仪馆 希望人生最后的这一段路 太太小玲眼美美的走 慧玲很喜欢哪一套衣服 然后她曾经告诉她说 她要穿那件小礼服 要跟她一起出去玩 对 她希望我把它换上 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实现 所以就变成说 把它放在 这样让它这样实现 所以让它好好去旅行 曾经有跟我说 她想要穿白色的学房的礼服 想要穿出去一起出游 她曾经提好几次 只是有很多次都被我拒绝 我就笑笑跟她说 你穿这个白色显胖也不要 你看她也都笑笑了 她说好了好了 就是下次比较重要的 重要的场合在穿这样 跟太太约定好的录影 旅游家族聚餐 都来不及实现 谁都没有想到 小玲竟会是在这样的场合 穿上这一套小礼服 而负责协助小玲后世的李医师说 她跟小玲认识两年多 她永远记得释放那一天 她进到那一间空屋时的场景 因为那天暗暗的 然后因为有很多 检察官 法医就很多 所以我们也不太方便 靠得很近 然后我就看检察官 在照她的脸的时候 就在照她的时候 还好我看了第一眼 还好好像不是 我那时候我有放下心 然后我就开始 就是开始做里面的工作 然后等到我把她带回 殡仪馆的时候 我刚好把尸弹拿下 她那个手盘的时候 然后我拉下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就出现在 我在就是缴费的时候 那个影像给我看 就是有影子给我看 然后我心里就有点 应该不会吧 我就说妹妹 难道你也要来告诉我 是你吗 李医师说她还记得 她最后一次去找小玲 缴手机费用时 小玲还跟她约好了 下次见面要帮她服务 没想到两人再次相见 却是由她来帮小玲 处理身后事 你一定要来喔 可是我来看到她的时候 其实看到她这样的状况 其实我也蛮痛的 来不及实现的各种遗憾 直到跟小玲天然 永远的这一刻 所有人依旧想不透 能做的预防 他们都做了 甚至做得更多 为什么连挚爱的性命 都无法保全 小玲无法申请保护令 以现行的法规 皇姓男子的跟踪行为 若没有更进一步的危害 警方除了告诫之外 能用的武器真的不多 毕竟还没有做出伤害 比如说我拿刀子 到你店里说要找你 或者是我拿东西要丢你了之类的 或者是我帮你轮胎机车弄坏 剪刹车线等等要伤害你 如果有 他一定会有另外的处置方式 因此警方只能提醒小玲 保持电话畅通 不要落单赶快报警 但是面对一个积极的 跟踪骚扰者 光靠这些真的够吗 肝仁不够啊 真正想要犯罪的这个人 根本没有得到教训 罚钱 他会感觉说我下次不敢 没有 那你只跟那女生讲不要落单 难道他上课 下课都要找人来陪伴 我觉得这不是真实的做法 因为第一个时间 我们都知道他在危险处 可是不知道在哪里啊 怎么找他 大家没有办法一直在陪伴他 大家都有大家的事情 就像他这次老公 你一直有事情而已 你看先放在暗的 你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然后你看就出事了 那你看老公的心态怎么想 就是因为这一次 我刚好因为有些事情忙了 那刑方是不是在等这个机会 他前面是不是一定有报案的 有报案的社会就是 我有法也把他裁罢了 可是我讲他就是一个社会罢 那这个很轻的刑罚 对这一个意图想犯罪的人 恶阻不了 罚个几千块而已 就算关也关了几天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让我得手后我就得手了 这只是一个冰山一角 每天活在被跟踪骚扰的阴影中 祈祷的哪一天这些跟骚者 不要再出现 被害人的无助求助 他们只需求生活重回平静 谁可以帮帮他们 为什么要动手要杀他 2017年3月 宁建的高雄市区传出了凶杀案 被害人是一名机车司机 加害人则是一个护女心切的父亲 他不满女儿被机车司机持续跟踪威胁 将近一年半的时间 尽管当地的里长也多次介入协调 但依旧阻止不了这名司机的追求 这名父亲最后选择反托 那这个司机追求到 离谱到什么程度 到他们家去按门铃 半夜白天 然后遇到他爸爸还跟他爸爸讲 你女儿现在人在哪里 还在跟他爸爸恐吓一句话 你女儿如果敢在外面 乱交别的男人我就要让他死 他爸爸气愤之力 才把对方的事情处理 他爸爸为了这个事情 还抓去判了四年 那你政府警察法院 保护不了这个女生 保护不了这个家庭 让老百姓自己回到原始时代 自己找对方来对抗 法官最后认定 挥盗的父亲是为了保护女儿 因此从轻量刑 私刑正义下的四年徒刑 换来了这对妇女 免于被骚扰的生活 但是总不能要求 所有被跟骚的被害人 只能选择私刑正义来保护自己吧 好 就我问了永智 是啦 永智说 我说你为什么没有跟顾障讲这个事 这个顾障会私了啊 会私地处理 私下处理 这个我绝对做得到 对啊 我的意思说我想找他谈 永智说他也很想私了 他也很想这么做 但是他相信公权力会保护人民 他有这么讲 阿志说因为怕家人替他们担心 所以没有告知股掌跟家中的长辈 但是看着太太因为黄姓男子感到害怕 曾经他也动过念头 既然寻正规途径报案 都无法嚇阻对方 也许私下处理能够解决 尤其是比如说黑的这一面 去找他其实是造成他心里更大的恐惧 然后让他不敢去 因为慧玲也是很怕家人担心的人 他也不希望就是让家人去担心这件事 所以我们就是想说就是走法律程序 一个念头他们决定相信公权力 给予人民的保障 却没想到 在面对跟踪骚扰者的处置上 司法部与警察的权力武器 根本保护不了他们 我太太是这样离开了 这辈子完全见不到了 而且不到三十岁 我都跟我太太说 钱赚多赚少 没关系 平安健康就好 但事实上就不是这样 我做一个 守法的公民 也是为了保全之后 下半辈子能让太太过更好的生活 不要有什么污点 不去做一些不好的事 然后反而害了太太 就这样离开了 那你觉得 现在还有什么事是重要的 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事是重要的 什么工作啊 工不工作啊 会不会影响到后面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 就像你的身体被切一半 这样一半不见了 就这样不见了 黄罗明到案之后 他的态度非常地恶劣 他向警方辩认 他不是要掳人的 他是要把这个女生 抱上车子去急救 检察官痛斥这个人 简直是恶劣至极 依照杀人以及强制猥亵的罪 向他起诉 并且建计法院 要从众亮相 深夜十分 黄姓男子手里拎着两个包包 走在人行道上 只是他泛浪后的半个多小时 他出现在住家跟气室现场 附近的监视画面 当时大批的警力 跟小林的家人 正在屏东急着找人 没想到他仍已经回到了水源街 小林的丈夫阿智说 由于黄姓男子气室的地点 跟住家都在水源街旁 他急着请警方帮忙调阅监视器 但关键的监视器 是直到太太相宴时才被找到 监视器清楚拍下的画面 是黄姓男子将车逆向 停在气室空屋的门口 这是家属挨家挨户拜托 才找到的画面 我们家属自己去找寻 确实画面很清楚 停留大概留置两分钟 事发是晚上 这也是我安慰自己的一个方式 可能晚上打扰到人 店家不方便掉 公家机关也不方便掉 就是这样安慰自己 当然如果当下找到 结果会不会改变 很多的也许在家属心中 不断地缠绕 或许那一天晚上 找到黄姓男子的车子时 第一时间能够调到监视器 也许就能够看到他把车子 停在那一间空屋前 也许就有机会 早一步发现小林 是不是结果就会不同了 那你这样听起来 会不会觉得 有点讽刺就是 我们第一个请你们提供监视器 摄影的部分 你们说有在比对了 第二个 最后发现太太的地点 就是在那边 但再多的也许 都无法换回市区的生命 其诉内容直指黄姓男子 以假车祸真辱人的手法 开车撞击被害人后 把他带往水源街的空屋 让被害人没有求救的机会 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生命 慢慢流逝消失 而犯案前黄姓男子 拔掉行车记录器 犯案后又关掉自己 跟被害人的手机躲避追查 落网后也不肯攻出 被害人的下落 态度恶劣 从中谅情 我觉得是好事 因为这种 这么大事的事情 我觉得本来就该给他 嫌犯一个应当的 一个层处 求出事情 其实家人八九层以上 都是这个想法 包含我的记忆 说真的其实也是 家属几个月的等待 判到了检察官 听见了他们的心声 更希望省理的法官 也能够听进他们的声音 但是对他们来说 这样还不够 因为追根究底 还是在于对跟踪骚扰的防范 被害人没有强而有力的后援 才会让加害人 有恃无恐地步步进逼 而且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我的朋友 就是我的家属 他也是遇到像这样子 骚扰他的 你知道吗 他就是不敢自己一个人 他也很害怕 他连睡觉都睡不好 然后他为了收集证据 他又必须要很坚强地去 拿手机去收集 他对他的一些心骚扰 然后他现在看到这件事情发生 他也很怕会不会哪一天 因为他有时候下班也是很晚 他也会担心说 会不会在路上 也会发生事情 你看 不是这件事情而已 试着想象 如果有一个人 一直鬼鬼祟祟地跟踪你 让你心生畏惧 然后每天痛苦不堪 怎么办呢 难道都没有法律可以保护你吗 事实上从2018年 就有立委在推动 跟踪骚扰防范法 但为什么一直拖到现在 2021年了 都还没有办法三读通过 那种就是会让你遗憾一辈子 根据统计 台湾一年约有八千件的跟踪案件 却因为大多只能够用 设为法财法 嚇阻力不大 这些被害人 被跟踪骚扰的时间 短则几个月 长则好几年 老百姓该怎么办 是要求助理来安慰吗 还是要去向神祷告 不能说你渡到就是岁 那难道要让人家 所谓的私行正义 他才会讨回他的功法吗 2018年朝野立委 终于积极推动了 跟踪骚扰防治法的立法 原本以为 这会是跟踪事件的解方 但是直到2021年 小林的事件发生后 苏仁才惊觉 这部跟踪法 从2018年至今 依旧躺在立法院 因为朝野民间提出的 跟踪版本太多 各版本间 对于跟踪的定义太样 没有共识 没有交集 就没有下一步了 那你一次要把它 告位是不太可能的 你都是先有一个法 立在那边之后 就明确告诉你 违法跟踪是错误的 你要有跟踪法A 就有谎报的B 你谎报 你要用到背负行车 你政府必须把司法做好 给警察有相当的一个权限 给人民有相当的一个后盾 2021年4月22号 行政院拍板通过 跟踪法草案 明确将八种行为 视为犯罪 若是违反 可处三年以下的徒刑 攜带凶器则加重处 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有八大类型包含 监视特定人行中 尾随特定人士住所或出入场所 对被害人警告威胁 以无声电话干扰 过度追求 寄送物品影像 出示特定资讯 冒用名义订购物品 若有以上行为 被害人可申请保护令 我没办法去改变太太的生命 或者是要求太太回来 我们自己会这么想 就说太太应该就是 天上拍下来的天使 为了要促使法案过 帮助更多的人 然后这样离开 就是用这种方式去 安慰自己所有的家人 跟安慰自己这样 就是他做了一件很好的事 希望他有机会 做成一件很好的事 尽快帮助到更多 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 对家属而言 谨慎的慰藉 就是希望亲人的离世 能够替这个社会 带来些微的改变 就算只激起一点点的涟漪 也能够感到欣慰 根损法案何时能够通过 颁布施行 家属只希望 立委主公们能够听见 他们的声音 让悲剧有机会画下句点 不再重演 告别是现场 许多亲友多来了 一颗颗粉红色 白色的气球 上头写满了思念 希望小林人生的最后这一程 能在所有爱他的人的祝福下 安心离开 阿智说他写了一封信给太太 原本打算在告别式现场 念给太太听 但是分离跟思念的伤痛 他实在忍不住 还是要再跟你说一次 我爱你 曾太太 希望你在这个世界 是一个无忍无虑 快乐的天使 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里 照顾着我 你伴着我 因为我没办法 组织念出来 我想表达的意思 我真的受不了 所以才请思义这边怠念 因为现在都已经告一段落了 如果真的想要再跟太太说什么 我只希望他在天上 能帮助更多的人 照顾好的家人 然后不要再下来受难 我会把跟烧法这件事情 督促着大家 让他赶快完成 帮助更多的人 就是让他真的变成一个 大家皆知的天使 而不是说事情结束 时间久了就淡忘了太太 再来